亲爱的智慧的小勇士们,我们刚才看完了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之后,你有怎样的启发或者是感受呢? 当我们每读一部著作的时候,老师都喜欢让大家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闷心自问的问自己,读完了这一本书,我有怎样的收获呢? 我们今天这一讲是学习句式,但是他并不仅仅是知道了这些句式就可以应对考试,而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文学当中不同的句式形式,不同的转换形式去了解语言的文字的奥妙 在一个一个的故事当中,语言和文字好像就像穿上了魔法师服装的真正的一个小魔法师一样 那么所有的语言都有他自己的生命,你又是如何让这些生命去绽放的呢? 有的孩子说,这个老头子可真傻呀,对不对? 哎,他呢,拿这么值钱的东西,最后呢,就,哎呀,什么换马呀,换羊呀,换牛呀,是不是? 最后呢,就换来了一刀子烂苹果,他可真傻呀! 而有的同学呢,知道站在智慧的高度上,去宏观的看这一个故事 我们会发现老头子可想而知,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对吗? 许多人认为,嗯,他可真笨,可是他又仿佛是大智若鱼 在他去评判一件事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这件事物的价值本身 而是所有的出发点都源于对老婆子的那份爱 他知道了,哎,这个老婆子喜欢吃苹果 知道了,这样的一些物,哎,可以让我们快乐 于是呢,他就以快乐和爱为出发点 哪怕他带回家的是一兜子烂苹果 他的老婆子也非常非常的理解他,对吗? 那当然了,最后,哎,这样的人不获得财富 那财富又将逃往哪里去呢? 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对吗?孩子们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如果啊,如果他一开始 最后的时候,就是他拿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马呀,牛呀,羊呀,是吧,换了一只鸡的时候 一回家,按理说,正常的可能这个老婆子 他的老伴就会说,哎,你个笨蛋,是吧 你不知道马要比鸡值钱的多吗? 是吧,你不知道马要比鸡值钱的多吗? 又是一个反问题,这样的吧 好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说老头子 可能马上就会很害怕 这样吧,两个人可能争论不休,争吵起来 结果呢,可想而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也不会改变任何的结尾 可是当这个老婆子,哎,他说 这个老头子,你可真棒,对不对? 哎,我正愁,哎,这个我正需要苹果呢 他用了这样的感叹句,他说你可真棒 用了这样的肯定句,哎,他就让整个的世界呀 真的如此的近乎人意,对不对?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语言是有魔力的 为什么有一些乌鸦嘴,他说出来的话 总是会真正的就实现了 这样的吧,比如说 今天我这个出门的时候可真倒霉呀 当我意味到自己倒霉的时候 可能这一篇都不太顺利,所以说语言是有魔力的 老师也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能多以喜悦,关怀,爱为出发点去说话 让我们一起行慈悲心,说柔软话 让我们一起多多的用那些肯定的句子 去肯定对方 当然了,在肯定对方的过程当中 也是肯定了我们自己 两个人的生命,甚至全家人的生命 都因此而绽放 对吗?孩子们 OK,这是今天呢,我们 把整个的我们的学习 变成了一个小故事的形式 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 老师也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 这样的好机会 那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老师希望在下一节课的学习当中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知识 希望大家认真的结合我们今天上课所学习的方法 做好课后作业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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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